在疫情期間,許多人都不敢出門 為了在家找熱子 最近受到民眾矚目的動物森友會 不僅爆紅在市場上,還供不應求 有一些媒體也在詢問 為什麼這款遊戲會爆紅 今天就讓每日商業帶你一探究竟吧! 教點觀點Plus,Daily Commercial,沒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我是安迪 我們今天的報導來源是 刊登在2020年5月6號由梁士佑所撰寫 並且刊登在數位時代的文章 今年年初因為在家運動的需求推動 讓健身環大冒險這款Switch的遊戲突然風靡起來 價格也跟著翻漲 這次其實是遇上天時地利人和 才讓動物森友會成為社會現象級的作品 其次有三大原因 第一是疫情下的宅經濟 新冠病毒讓全世界交通幾乎都中斷 經濟停擺,更有超過30億的居家隔離 不想要無聊待在家裡沒事做 因此當紅的任天堂Switch 成為民眾解悶的遊戲 帶重宅經濟的興起 而遊戲的業務也趁勢的興起 第二是動物森友會 會從情境設計、視覺設計 營造出放鬆的自然生活體驗 遊戲還採用真實的時間 不僅讓玩家產生融入感 更感受到四季跟日夜的變化 再加上各種節慶活動的搭配 剛好填補了現在不能出門 被關在家 而且不能面對大自然的慰藉 第三是這款遊戲的中文化非常的到位 而且美術的後製也十分的用心 名字的命名都貼近本地的社會 對大家來說更容易進入到 動物森友會的世界當中 不過除了天時地利人和之外 動物森友會跟其他的社交生活遊戲相比 又有哪些優點呢? 首先,我先向大家介紹遊戲中的配件 遊戲裡面的所有玩家的穿著、衣服、帽子到地面的道路、背景、看板 都可以讓玩家自由的製作、展示跟穿著 而且網路上分享 讓每個玩家都可以繪製自己的創作 分享給全世界的玩家 所以你幾乎可以在上面找到所有的題材來創作 包含其他版權的作品或者是二創都一應俱全 讓玩家們可以沉浸在遊戲的世界裡面 透過不同的創意般遊戲價值 更酷的是,玩家們的自由創作是可延續性的 也就是在你上一代的作品所創作的QR Code碼 還可以在這一代的作品直接延續來使用 這不僅僅加強了玩家的黏著度、認同感 而且更提高了用戶對於品牌的建構 那說到這裡,連我都想回家趕快搭起遊戲了呢? 那既然每位玩家都可以自由的創作 自然也可以用宣傳號召各種活動跟社會議題 那如果你想要號召清除海邊的垃圾 或者是關注森林野火、性別平權、居住正義 或者是鼓勵大家用傳統書本來閱讀 各式各樣的活動都可以在動物森友會裡面 親自操作遊玩的方式來實現 你可以製造出一個海灘上擁有各種垃圾的場景 然後號召玩家一起來撿垃圾 也可以圍起建築物抗議房價的高漲 那這款遊戲更連動手機的訊息跟語音的功能 提供少數人的線上授課也不是不可能的 當然更不用說政治人物 他們善用這款上銷之作來貼近人民 如果你被疫情困在家裡 不能與朋友見面聚會 那這剛好正是一個另類的交友模式 更可以認識新朋友的絕佳遊戲 勇敢的踏出第一步吧 只要你不要忘記我們是在玩遊戲 而不是被遊戲玩喔 好的,今天的每日商業就到這邊 動物森友會這一款遊戲 確實是因為疫情跟居家隔離 而獲得爆發性的成功的 但是動物森友會憑藉著是長久的品牌累積 就像創業一樣 當我們準備好的時候機會或許就會到來 最後想邀請每一位對新創、商業、科技有興趣的朋友們 歡迎點擊資訊欄連結加入焦點觀點Plus社團 讓我們一起討論世界商業生態 焦點觀點Plus Daily Commercial 每日商業 10分鐘交流一個商業觀點 我們下次見,掰掰